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广州、郊州、宁州和益州 其实东京的控制力并不是特别强 它多数采取的仍然是一种机密统治 真正对东京核心利益相关的 还是在长江流月的这几个州 所以接下来我们具体地看一下这几个州 那么这也就是 其他地方是分布在长江流月的几个州 徐州、扬州、豫州、江州和京州 在更具体地说这些州的情况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一个名词叫江祖 也就是大家在称东京的时候 除了它的正式名称东京 有时候我们也会把它叫做江祖 为什么把它叫做江祖呢 我们来看一下长江流月在这一段流向 长江基本在进入安徽境内以后 它遵循的是一种从西南往东北的流动方向 所以东京的主要的控制领土 实际上是在长江的右边 那么为什么把它叫做江祖呢 因为在古代其实左右是个相对方位 然后在古代来说 左和右跟现在其实相反的 所以古代说的江祖 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江东或者说江右 那包括大家后来也知道 有一个江右学派 其实江右学派里面很多人 就是江西人 那跟这里是相对的 然后我们看到东京 它地里还有一个很明显特点 就是有所谓的乔州郡县 因为我们刚才介绍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州的范围差不多相当于现在一个省或者两个省的范围 但是如果我们注意看南京附近建坊附近的话 可以发现密密码码这里夹杂了很多州 幽州 沿州 青州 那大家如果对历史稍微有些了解的话 可以知道这些州其实是在北方的 包括幽州 比如说像幽州 其实相当于现在的北京附近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南方 这个也就是所谓的东京所特有的现象 叫桥州 桥郡或者桥县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桥州呢 因为当时的衣贯难渡以后 很多北方的士族携带老百姓难来 那么他们难来以后 他们基本上还是以一个整体为行动 也就是说当原来在北方 他居住在幽州的时候 在南向移动的时候 他们仍然是以一个整体集团为行动 这样他们在来到南方以后 出于两种目的 一种是对自己故乡思念 一种是当时有些士族 需要标榜自己的郡王 所以在南方成立的这些桥州 基本上可以当成是一种 民事的行政单位 那么他们是没有土地的 但是这样一点 也给后来的历史研究者 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 宇宙 这里我们有宇宙 这是东京控制有十级零头的宇宙 但在这儿也有一个宇宙 所以这就是桥宇宙 那么有时候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时候 会说到他是宇宙次神 那如果不说他的具体 正守位置的话 我们有时候就无法弄清楚 他到底是在这个宇宙 还是这个宇宙 那刚才是对东京的历史 和地点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会说一下 什么是轮发政治 那因为我们并不是做专业研究 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在这些名词上 过于苛刻 像之前一些西方的政治家 或者历史学家 就尝试以西方史常见一种贵族政治 来解释我们这儿的所谓文化政治 但在这本书中 田先生认为 简言之文化政治 就是指士族与皇权的一种共识 那么田先生也认为 我们在这个研究过程中 不能忽略中国长达两千年的一种皇权政治的传统 所以他还认为所谓的文化政治 其实只是在一种特定条件下 出现了皇权政治的变态 它其实具有一定的暂时性 那么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 我从我老师的课点中 到了这样一张图 来显示一下两千年中 中国的统治阶级的变化 那么我们先从周代看起 那么大家所知道的是 周代跟随天子统治整个天下的 其实是一些跟天子 有许人关系的传统的贵族 而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 一些平民阶层的世人开始兴起 他们开始参与政策 而到了秦汉这样的大与朝时代 秦朝是任用法家 汉朝无尊无数 但是不管是秦朝的文法力 还是汉朝的无声 我们应该说 他们都是来自于平民阶层 然而而且在随唐以后 随着科举制的建立 应该说这种从平民阶层中 选拔官僚的制度进一步的确定 比方说有些学者好像就统计过 像宋的宋朝的一朝 他统计过所有的进士 发现平民出生的进士 大概可以占到50%以上 这里平民出生意思就是说 他的父亲 他的祖父三代以内都没有人当过官 那么这个比例 应该说在现代来说 也还是相当让人惊讶 而就在秦汉与唐宋明清之间的 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一个士族门法 当时的统治阶级是由这样一些士族门法所决定 那么士族门法什么士族 接下来我们会详细地介绍 那么在这里简而言之 士族就是一种贵族化的官僚 大家举一个词贵族化的官僚 也就是说他们仍然有某种贵族的性质 但是他们跟周代的传统贵族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跟君主没有任何的学童关系 他们所依靠的只是自己在文化 在经济 在政治上的高体位 来获得能够跟黄泉分庭抗比的一个局面 那么有学者曾经收集过 在当时那个朝代中各种典籍中 对士族的其他的一些称谓 我们这里简单地讲解 比如说有门户 门帝 甲族 华柴 世家 士族 门法 伐阅等等 那么这些名词的丰富性可以让我们看到 士族在当时的社会中占有如何强势的地方 那么士族门法简而言之就是 政治上官僚家族 经济上乡里豪族 和文化上势力学们的三位一体 那么在某种 在某些情况下 这三种身份又可以相互转化 比如说如果一个家族 他在经济上获得相比豪族的地位 他的子弟就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 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成为一些文化上的士族门 成为书像世家 那么这个文化上的包成长反过来 又可以让他们获得在政治上获得官僚家族的地位 到最后官僚家族的地位又可以在最终保证他们在乡里的经济特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三种身份在这里形成一个完美的positive feedback 所以一些家族会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发展 然后越来越壮大 那么关于士族的形成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那关于这个问题的研讨 基本上可以写一本专注的 所以我们这里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 我们刚才说了 士族是在经济文化政治上三方面都占有优势 所以我们这里也来简单探讨一下 首先经济上简单说来 就是从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的继续发展 那关于这一点 其实有很多马克思主义史学者 对此有非常详尽的研究 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史学 对经济基础是非常看重的 那这一点大家可以参考他们的一些研究主义 那么在文化上 则是从东汉以来 因为不断的战争造成了文教的破坏 形成了一种学在家族的现象 那么我们知道从彭子开始 学术从贵族转到了民间 那么在秦汉以来 很多人就跟随一些老师学习 从平民获得了官员的身份 那么到了东汉以后 伴随着黄金之乱以及三国一系列的战略 造成了不管是官学还是私学的严重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 大部分的学术传承转而到了家族 也就是在家族的内部进行传承 这样的话 文化上 这个学术传承也封立化 而在政治上 首先制度上秦汉以来 有很多保障官僚特权的一些制度存在 比如说秦汉的时候就规定 两千代以上的高官可认子弟一人为狼 这狼意思就是狼官 本来只是皇帝皇宫的一些素位 然后后来慢慢地转变成皇帝身边的一些顾问性的人物 那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官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对一些刚刚入官来说 这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企节官 因为他就在皇帝的边上 经常可以跟皇帝打交道 那么可以说在担任狼官以后 在这些狼官马上就可以转到一些更好的官阶上去 所以这个制度可以说保障了 两千代以上高官的一些官员的特权 那么到了曹魏以后 当时的立部尚书陈群提出了所谓的九品中正制 这个九品中正制更进入了保证了士族的官僚特权 那么关于九品中正制 我们后面会详细地介绍 除了制度以外 王朝更迭方面 一种善良式的王朝 这种特殊的王朝更迭 也导致了官僚家族的一个封闭化 比如说我们官派史书 就会发现很多材料 当时的很多家族 父亲在汉朝任官 然后儿子在曹魏任官 或者说父亲在曹魏任官 儿子在西晋任官 也就是说这个官僚家族 在东汉到曹魏到西晋的传承过程中 是一直保持的 那做一个反例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秦到汉的一个变迁史 秦到汉跟这里完全相反 它是一个统治集团 通过暴力推翻了另外一个统治集团 那我们可以看到从秦朝到汉朝 它的统治集团就完全的变分了 那么关于九品中正制 这个我们可以更详细的介绍一下 那九品中正制是曹魏的时候的 立部尚书陈群所提出来的 它的制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呢 就是通过中央在地方派出各个中正官 然后这些中正官负责把地方上的世人 分成九品 最后朝廷会根据这九品 分别授予相应的官制 也就是说在中正官品定的中正九品 和最后授予的官品九品中 存在一个明显的对应关系 那么日本学者宫崎世定 有一本名著专门研究这个九品中正制 就叫科举前史九品官人法研究 在这本书中 宫崎世定大概发现了这样的规律 也就是中正九品和官品九品之间 大概存在一个四品的差距 也就是说如果你被中正官评为一品 你的企节官就可以从五品做起 如果你的中正品是二品 就可以从六品做起 以此类似的 那么大家如果光听这个制度的去说话 似乎它还是一个挺不错的制度 但是在考察一个制度的时候 特别是中国古代制度的时候 我们经常需要从两个方面去考虑 一个方面是这个制度的规定本身 另外一方面则是这个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 那么九品中正制实际上到底是怎么运行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九品中正制的一个关键所在 就是这个中正官的设计 那么应该说到了九品中正制的运行后期 中正官的评定标准发生了很大的问题 因为本来按照这个制度的设计 中正官是应该按照一个世人的道德 才能以及他的能力 各个方面的因素 来评定他的中正品级 但是到了后来 或者是因为他嫌麻烦 或者是因为他本身利益的原因 因为到了后来 很多士族本身就担任了中正官 所以到后来实际上 评论标准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的能光 所以到后来也形成了 所谓的上品不含能 下品不士族的说法 比如说只要你是士族 你总可以获得比较高的中正品 至少是三品以上 而如果你是寒门的话 就算你才能再突出 你也无法获得好的中正品 这样的话 这个九品中正制 整个就成了一个士族门法的权利的网站 那么经过种种的长期的发展 到了东汉末期的时候 就已经形成了一些非常大的市场 当时的两个典型代表 就是洪农阳士和汝南元士 他们当时号称世代传景 世代宏庆 比如说从洪农阳士来看 洪农阳士号称世传欧阳尚书这本书 然后他们家族号称四十三宫 四十三宫是什么意思 三宫是指当时东汉 朝廷里面最高的三个官职 也是太尉 司徒和司公 我们可以看到洪农阳士自阳正开始 连续四代会有人担任三宫的高官 所以他们号称四十三宫 那汝南元士也是类似的 他们首先在文化上试传共识利益 而且在政治上号称四十五宫 武功也就是说他们这四代有五个人曾经担任过三宫 然而按照延宫克先生言论其实是有六个人 那么如果大家熟读三国的话 可以知道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 一个是袁绍 一个是袁术 其实袁绍和袁术就是这里 袁逢的儿子 这样大家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当时十八路诸侯法董博的时候 大家要更推袁绍为盟主 因为他们家里世代空清 文身故隶变天下 所以袁绍担任了非常强大的号召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各个政治集团在文化政治中的体现 我们刚才说到文化政治 也就是氏族与皇权的共识 那么这里我尝试着通过圆圈的相对大小 来代表这个势力在文化政治中的强势的程度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至少在东京一朝 皇帝表现了皇权不正 所以说皇权其实相对来说 相对氏族都是弱小的 那么在传统政治中 我们经常提到 跟皇权相伴一些的 经常有这么几个政治集团 一个是宦官 一个是宗室的诸王 一个是外企 那么在东京一朝 因为皇权不正的原因 宦官基本上在政治围团上 没有太大作为 我们在史书中 基本上看不到宦官的生意 这一点是跟东汉完全不一样的 而宗王 因为皇权微弱的关系 我们后面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例子 宗王也被氏族压抑得非常惨 而外企这边的情况比较特殊 因为在东京一朝 很多外企本身就是市主 所以这点我们后面会详细地看 那么除此以外 传统的史书中经常忽略的一个集团 那在田山这本书中 详细论述的一个集团 就是这里所谓的流敏传 也就是那些 掌握有流敏武装的军事团传 那么因为他们掌握了军事实力 他们对其他的集团 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挑战 最后历史史实力证明 正是这些流敏帅 通过他们自己掌握的军事力 冲破了氏族的门法政治 形成了新的强大的皇权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两个核心集团 皇帝和氏族 在门法政治中的续体党 首先我们刚才说的 皇帝在东晋朝表现为皇权流政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我们先来看一下 西晋东晋皇室的整个的一个世系图 我们知道 整个晋朝发断于司马懿 然后这里有一些大家属职的人 包括司马师 司马昭 然后司马昭的儿子 司马炎是西晋的第一任皇帝 包括之后他的次子 也就是那个著名的白痴皇帝 晋慧帝司马忠以及三任司马赤 司任司马焰 在这里以绿色的文字标出来 而这些蓝色的文字 则是当时参与了西晋八王之乱的一些宗王 那么这些参与了八王之乱的宗王 和这些绿色颜色的曾经当过皇帝人 最后都生死 最后都灭亡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可以看到这些绿字和蓝字加起来 基本上已经把司马昭这一支的王 基本上都已经撕黄了 所以在东晋的时候 那我们来看一下东晋的第一任皇帝 司马瑞在这个世系中处于哪个位置 司马瑞在这儿 我们来比较一下西晋的皇帝世系 比如说从司马懿开始到司马昭 司马炎最先和司马瑞的位置 可以看到司马瑞距离西晋的地系是相当遥远的 比如说在司马懿之后 基本上两者就分道扬镳了 这也是为什么 因为古人非常讲究明镇淫穗 司马瑞距离西晋的地系如此遥远 可以说当时他的正常性并不是特别强 所以形成了这种皇权不正的现象 而司马瑞也必须通过士族来撑起他在东晋的统治 那更糟糕的是 当时西晋在北方为异族所灭 传国异习也流落到了异族的手中 所以当时东建的朝廷是没有传过异习的 他当时东建的朝廷被北方人击为白板天子 也就是说他没有传过异习 他并没有那样的正当性 而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的士族又是如何对待皇帝的 这里我们引用了十多新语中的一段材料 元皇帝也是我们刚才说的东晋帝任皇帝司马瑞 元皇帝既登座以正后之宠遇设农帝而立简文 这里的农帝与简文是司马瑞的两个儿子 那这里司马瑞想干了是一个历史上非常常见的事 也就是因为简文的母亲受宠 所以司马瑞想要废掌利用 那么由此我想到历史上另外一些类似的事 比如说在明朝的万历里面 也是因为一个儿子的母后正后 他野心正 然后正皇妃受宠 所以万历也想要废掌利用 那么当时明朝的群臣与万历皇帝 斗争了长达十多年之久 才终于让万历放弃了这一项 那我们看在东晋的时候 这些士族是怎样做的 丞相也就是所说的王道 这个王道是我们后面会介绍的 东晋的第一家执政士组 狼牙王室的代表 那么丞相批波传召 静置律城前约 不神陛下何以建成 这里的传召指的是传召官 批波也就是说王道 一把把这个传召官推开 然后直接冲到一座前面 问司马瑞 那么这句话的翻译 如果翻译的温柔一点 可以说 不知道陛下有什么东西 可以给臣看 如果翻译的比较不客气一点 不知道陛下还有什么面目来建成 我们看一下司马瑞的反应 必沃然无言 乃探了怀中 黄指照列治之 那么这个黄指照 很明显就是前面 欲舍名帝而立井文的黄指照 那么经过王道的这样一番责问 司马瑞自己把这个赵树给扯掉 由此黄处使兵 所以可以看到 在明朝需要群臣花十数年的时间来争夺的是 在这里由王道一个轻松的动作就搞定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集团 也就是宗王的集团 我们刚才说到宗王是依附于皇权的 因为皇权不正 所以表现为宗王在东京 也受尽士族的弃牙 那么当时除了司马瑞以外 西京还有四位司马的宗王 同样度过了长江 也就是当时所号称的鲁马渡江 那么除了司马瑞以外的四位司马的宗王 他们大部分都被士族或杀 或飞为处人或弹劾受监 那么最后我们还在详述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诗说心理》中的另外一个故事 那当时晋朝有另外一位宗王 敏王司马成 他得罪了这里所说的王大将军 王敦 所以王大将军指司马敏王 夜前世江载王欲车而杀之 当时不尽之夜 虽敏王家异位之知悉 而当时司马成的儿子司马无忌 还很年幼 所以他并不知道简直 那么在长大以后 司马无忌和这个王不知 也就是当时杀他爸爸 这个王世江的儿子 成为了好朋友 那么有一次司马无忌 和这个王不知在一起游玩 司马无忌就跟他母亲说 让他母亲为他们准备一顿饭食 此时他母亲流着眼泪对他说 王敦西库寺 寺库寺 假守世江 无所以 积年不告御者 王世仁强 大家注意这四个诺 王世仁强 如兄弟上右 不欲识此生主 盖以避祸 那么无忌听到母亲 告诉他事情的真相 非常悲痛 无忌惊豪抽人而出 不知去怨 那么这里如果我们把 这个司马无忌和 司马成的这个身份 周围起来的话 大家能否想象 他们居然是东晋的宗室 我们也可以想象 在其他朝代 应该说出现这种事情 还是非常罕见 那么与此相对 则是强大一个士族 士族强大一个 很明显的想象就是说 士族专兵 也就是说士族拥有 自己的私人武装 那么在我们后面会介绍的 王与淮泄四大家争 他们都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 然后他们的这些军事力量 对东晋朝廷产生了 或正面或中性 或负面的影响 那么就负面来说 我们刚才提到 王大将军王敦 之后就率领自己的军队 作乱 曾经对东晋朝廷 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而东晋朝廷 也花了很大的气息 才把这个王敦之外 给平定下来 而中间的两家 宇家和宇家 都尝试利用自己的军队 进行北伐 那么大家认为 可能这个北伐 好像是统一国家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事 但其实这件事 对东晋的影响 也是双方面的 原因来说 这两家室的北伐 他们统一国家 其实只是他们次要的问题 更主要的 他们还是想通过北伐 进行一种政治斗争 包括在北伐的路上 来图取一些别人的地盘 或者说通过北伐 建立大的工业 以此来获得 与东晋朝廷 要挟的更大的阀能 而积极的影响 相对来说积极的影响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在东晋的中晚期 谢玄创业北伐兵 并且依靠北伐兵为主力 在肥肥之战中 一举击败的情情 但是不管怎么说 士族专兵的现象 成为了东晋一朝 非常的特色的现象 其实周一良关于北伐的意见 跟体育性稍微有点约约 周一良曾经有篇文章 他说恒温北伐呀 最后一次当然是有极强的政治目的 但是说了前几次 周一良的观点认为他真有形象要统一 所以这个事情 看似他有什么证明 就是他直接 没有仔细想 对 也是另外一种说法 那我们接下来就会开始 主要讲述本书的内容 那么在接下来我们也会讲到 包括很多人很多的故事 那么这里面应该说大部分人 大家应该都是比较陌生的 所以在讲之前 我想提出观察东京历史的四条线索 这样大家即使忘记了巨铁人 或者巨铁士 也可以通过这四条线索 把东京历史串绵在一起 那么这四条线索本上来说 就是四组矛盾 首先从统治集团上来说 我们刚才介绍了皇帝与士组的矛盾 那么包括后面 我们会介绍到另外一个组织集团 刘明帅与皇帝和士组之间的矛盾 而在底底上来说 首先就长江上下游过来说 我们说到刚才有两个重要的州 一个是下游的阳州 也就是首都建唐所在的 一个是上游的金州 那么在东京历史上 这两州一般是被两个不同的士组所掌握 所以经常他们上下游之间 就会发生一种士组之间的矛盾 而在南北关系上来说 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北方的一组 和南方汉族的矛盾 或者说北方想要统一的游王 和南方偏安朝廷的一种矛盾 那么应该说在这四组矛盾中 南北关系应该是占了主要的关系 也就是说南北关系也牵扯到了其他的三组矛盾 一般来说的趋势是 当南北关系激化的时候 其他的几个集团 皇帝士组与人民帅之间 可以暂时的合作起来 领域北方的固域 而一旦当南北关系缓和 其他的三组矛盾就会开始激化 是不是可以先休息一下 OK 然后我们下面就要开始讲 这个王与环泄四家的变迁史 所以我觉得可以先休息个简单